大家好,我是小曾 如何正确的选择自己车或者是适合自己的机油 很多朋友就说,不就选个机油吧 只要保证是正品,随便用 小曾倒想说一句 能吃饱和能吃好,它不是一个概念 那怎么才能挑选到更适合自己的机油呢 小曾可以问答三个问题 首先第一个问题 请问你的车是什么车型 多大的排量 从这个信息就可以判断出你是日系车还是德系车 如果是日系车就推荐你使用20或者是30年度的第一年度的机油 如果是德系车,比如说第一代或是第二代的EA388 那么你肯定就要使用40年度的机油了 如果是第三代的EA388 那就使用30年度的机油了 第二个,你的车跑了多少公里 是否已经出现了烧机油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能说明你的车是否是一个老旧的车型 是不是已经出现了这个烧机油的问题 如果是的话那就需要调高一下这个机油的粘度参数了 第三个,您的驾驶习惯 你的驾驶习惯是喜欢佛系驾驶啊 还是暴力驾驶啊 还是超级暴力驾驶啊 哪种程度多 哪种路况多 因为不同品牌的机油的特点是不一样的 第四个,你所行驶的路况是城市路况啊 还是拥堵路况啊 或者是快速路还是高速路行驶的比较多啊 以上的几个问题啊 就是结合了人、车还有路况 综合考虑 有针对性的去挑选适合自己车的机油 包括机油粘度 我们说一下这个各个机油品牌的特点 翘牌主打清洁、静音 缺点就是动力性和长效性 相对来说比较一般 偏向于买赛车、佛系驾驶风格 而美孚则主打的是动力性能和长效性 缺点就是噪音控制的比较一般 属于日常驾驶中比较偏性能的品牌了 而加尔多则更加均衡 介于翘牌和美孚之间的定位 但它的低粘度的日韩美标机油呢 驾驶感受比较平庸 而以40年度为主的德标油 反而呢是不错的 在你的车能用的机油范围内啊 机油越稀 也就是这个运动粘度越低 在中低转速的表现呢会比较好的 但是它在中高转速的表现会比较弱 比如你用了低粘度机油 在中低转速的时候 油门轻一踩就走了 平顺而且非常省油 但是拉到一个比较高的转速 会感觉动力不足 后绝不足 声音发散 噪音呢也更大了 反而你的车用的 在能用的汽油范围内 机油越稠 汽油的运动粘度呢 越高的话 在中高转速的表现呢 不会更好 在中低转速的表现呢 就比较弱 比如你用了高粘度的机油 在中低转速踩油门的时候啊 油门是比较重的 提速呢又比较慢 油耗反而比较高 如果你拉到一个比较高的转速 你就会感觉后劲比较足 噪音呢也更加小 所以我们可以参照以上的这么几点呢 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车型机油 如果你呢还不知道如何使用正确机油 大家呢可以把自己的车型 车铃 还有公里数 在评论区进行留言 小曾啊会一一会给大家 给大家挑选一个最合适的机油 希望今天分享可以帮大家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资料小曾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